我们来登录的时候,在login serverlight里取到你的账号密码,帮你登录,并且返回cookie给客户,这段能贴懂吗? 能不能贴懂?这段能贴懂吗? 你第一次来登录,我帮你拿这个账号密码,现在咱不说过去,我只说这个serverlight,然后我给你返回cookie,没问题吧,这个是 但是在返回cookie之后,我还把这个用户的对象存到fession当中,我为什么要这么存呢?主要是担心,他在这登录了之后,不是又登录,而且非UTO,而是,他在这登录完了之后,比如说我去给个电话,对应的是1008个,他登录完了之后,他不关浏览器了,他干啥? 你这里边网页肯定有好多潮链接,是不是?好多潮链接,那我们看京东,你不管打开什么潮链接,只要登录,在一定的时效内,你的顶上都会显示,您好,什么谁谁谁,是不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咱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锁起来 那大家看我现在在这打开这个叫AUTO的index的界面 你看我不是跳过来啊,只要你不关这个浏览器,一回车,它也显示的 好,那现在这边讲完之后,就得到这边来讲了,咱们有一说一啊,现在说这边之后就不跟这边有关系了 就得说这边了,那这边呢,注意看 假如你是第一次来 注意刚才现在,刚才是说了这个,现在说这个呢 这两个是没什么关联的 分开说 假如你第一次来,什么叫第一次来呢? 关掉 再来 我直接访问AUTO的index 当然现在由于有这个 有自动的东西里边,他现在肯定有Dex的cookie过去了 我换了,就流量起不多,再换个i 注意,现在我是第一次来了,对不对啊 注意,现在不说Sublight案,我要跟这Sublight案关服了 第一次来,不管你做什么请求,都会经过这个关系 圣海我就在讲,都会经过这个关系 好了,第一次来的时候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再开一个i 然后再这样站进来 第一次来,我一敲回车,他干啥 我们启动服务器吗 服务器启动了呀 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会先走进过去,来到这儿 肯定先走进行员,慢慢走到衣服这个床吧,对不对啊 好 问一个同学 当然这个床不用管他 问一个同学 这好像问过了 这个同学没问过 好,问 注意,我现在说的是全新的第一次 新的浏览器类型,新的窗口第一次 请问,这里会走地乎一区块,还是else一区块 他走else一区块 好,请坐 他当然要走else一区块,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塞准是不可能有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大家 好了,那我在这呢,回处 我这呢,可能没访问到 这阿姨有点问题啊,他没访问呢 跟加HTP,跟不加呢,是一个样的 他摸的就是这个 在这呢,显示不出来了 在下一个 浏览器不多了 回车 你看,这是不是叫您好请登录啊 好了 第一次来,他给您走else嘛 好了,接下来我在这呢,完成这个登录的 叫lockin.gsp 登录 adm 然后 自动登录 当然了,我登录他也会走这个过滤器的,对不对大家 他也会走这个过滤器,但是他也会走这个else里面 然后这cookie他都找不到 因为咱是第一次来嘛,cookie都没有,他直接进这个if里面 等于空,直接放行 登录 现在直接就找到了 登录了之后,注意 我现在不关浏览器,我到这个index里面 我再刷 注意,这又是哪一种情况呢 我到这再刷的时候,也是再来 我进lif还是进lif 他为什么进lif 因为刚才你在这边登录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sens刷,你来一个直观啊 你只要不关浏览器,这个sens是否还有效 他就进lif,进lif直接就过去了 回车,他直接过来了 好了,现在假设 全关了 在这再看 一回车 问 他走哪个方向 找个同学来问了 他小黄同学 又是你是吗 那好行动啊 好像没问过吧 张新闻同学问一下 好了,现在我在这一沾一回车 他走哪个方向 请问走一回走else 走else 好,走else来到这儿 请问他能取到pookie吗 可以是吧 可以走到这儿,然后拿到你的账号密码,帮你去做个目,然后又存起来这个字 放行 那在这儿,我一回车 我将会见到 你好 谁谁谁 好了,请坐 这就是咱们的这几种情况了 在这里面就帮你都做好了判断 首先 你先问一问 session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 session要是没有了 那就表明这个失效了 我就得去取这cookie了 如果cookie里面都没有 就表明这个哥们是第一次来 如果cookie有 我就取值 帮他去登录 登录完又放到session去 万一他在30分钟之内 他又来 还是先走session先判断 因为刚才我把它存到session去了 他就不用取这cookie了 这是我们这个自动登录 他的